大家好,今天是4月8号 今天是我在美国合法居留 不是那个居留,是居住和停留的意思 不是把你居留起来 我在美国合法居留的最后一天 明天我就是处于非法滞留状态 从明天开始我就是一个非法滞留状态 根据美国的移民和国籍法 非法滞留在美国 超过半年,不满一年 那将被这个 是超过半年,不满一年,是吧?好像是 将会被处罚三年之内不得再进入美国 如果是超过一年 将会被处罚十年之内不得再进入美国 这就是美国的处罚 不得不说美国是一个很仁慈的国家 你都预期居留了,他还允许你过段时间以后再进来 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就是一个非法滞留状态 不过 who cares 我才不在乎这个东西呢 现在我的心就是吃了秤砍 吃了秤砍,铁了心 用刀用枪 都不可能再让我走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 非法滞留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吓人 非法滞留 非法 违法 好吓人 所以吓住了很多人 尤其是吓住了那些 干什么事情都要 比如说要个名分啊 或者要个什么什么 用我那个朋友的奖 我有个朋友 他跟我说 很多人跟白莲花样的 白莲花? 他跟我讲白莲花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白莲花什么意思 后来百度查了一下白莲花 是介意讽刺某些人的 其实明天还是一个平常的一天 不会有警察来找我 在美国只要你不涉及到刑事犯罪 因为加州是一个庇护州 它有那种圣人的那种 仁慈来宽容人类 他们连罪犯都能宽容 何况是我这样的人 所以加州的非法居民 叫吴振移民 占加州人口的比例也相当重 也充斥在加州各行各业的 一个美国人不干的那些行业里面 比如说建筑工人 农场工人 皇位工人 以及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工人 都是由老莫 华人 还有来自全国的人来做 加州政府都知道 加州本地人也知道 所以呢 对这些人还是很宽容的 只要你不犯罪 犯罪就不好意思了 那就要抓你了 甚至把你抓起来以后 说不定你表现好 他也把你放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仁慈的国家 还有什么人不能被感动呢 不能被感化呢 好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 明天我就是受加州法律保护了 加州法律有专门针对 吴振移民的 就是身份处于模糊气的状态 加州法律有专门针对这些人的法律 我就归属于加州法律缓辖 很开心啊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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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